疫情趋缓 边境解封 大家都想要出国玩 泰国东南亚地区是不少旅游胜地 大家都会想要去走走 而现在呢 也可以知道在明天 就是4月13号又是一个睽違三年的泼水节 医师就提醒 如果真的要去游玩的话 要注意三大疾病 千万不要染上了 主要来看的第一个呢 就是病没闻的传染病 根据了解呢 境外一入登革日的病例 今年截至4月10号已经来到了23例 而是高于去年和前年同期的这段时间 可以注意到是这感染地几乎都是在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 那么这个病没闻的传染病到底要怎么防护呢 现在专家就告诉你了 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 而且呢 尽量是不要有裸露的四肢 尽量是穿长裤或者是有外套包覆者才不会有蚊子叮到你 再来防蚊药器也最好戴在身上 不过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有小baby的话 就是两个月以下的婴儿是不太能够使用这些防蚊药剂的 建议还是物理性的防蚊 也就是衣物穿好尽量不要裸露出去 如果可以有一些蚊帐稍微搭起来的话呢 也会比较有保护的效果 再来就是A肝以及这个肠道的一些传染疾病 这部分就要特别注意 饮食跟环境的卫生了 尽量是使用熟食避免生饮或是生食 最后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的喉豆 它主要呢就是人跟人之间亲密接触来传染 因此专家特别提醒 避免与不特定的人是有亲密的接触 如果你发现你的皮肤出现一些泡疹 甚至有出现一些发烧的情况的话 赶快就因出去玩 要千万注意避免这三大疾病 以免出去玩了染上了可就不开心了 那么有想要获得更多新闻资讯的话 欢迎可以下载我们的TVBSAPP 让你路况消息或是天气资讯都不漏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